臺北市明倫社宅爭議持續延燒 國民黨議員尤淑惠爆料 臺北市竟然倒賺了四點六億元 對此臺北市長柯文哲今天有所回應 而根據最新的民調顯示 柯文哲滿意度呢 現在只剩下三成五民調墊底 市長灣大縣 臺北市長柯文哲投誘得疼 明倫社宅高租金爭議 還沒完國民黨 臺北市議員尤淑惠加碼 抨擊租金訂定方式 北市附近倒賺四點六億 柯文哲幫自己緩扎 但民眾似乎不領情 根據最新民調顯示 臺北市長柯文哲滿意度 只有百分之三十五 拿下倒數第一名 不過接下來這段發言 恐怕民調會更低 臺灣慢慢成為一個 比較不明的國家 要偷你那個 只有吃到飽的那個水準 柯文哲二十一號提到台北市容 比不上中國一線城市 再度引爆爭議 但柯文哲似乎沒在怕 隔天再提美學議題 柯文哲想從市政獲得民眾好感 只不過墊底民調恐怕難救 記者綜合報導